接下來要做一個比較少見的題型 就是有散熱 有散熱 你們大部分的題目都是沒有散熱 所以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沒有散熱就是放熱等於吸熱 這個是有散熱 那種題目比較少 但是想法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與計算有關的想法 就是放熱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那怎麼算熱 H等於mSΔT 是一樣的 所以現在100度C他會放熱 然後有四乎他會吸熱 然後末溫是T度 然後高溫減低溫 100減T 然後T減40 然後每個都是mSΔT 所以左邊放放熱 然後劣勢的上面就是放熱的mSΔT 下面的右邊 下面的左邊 下面的左邊就是吸熱的mSΔT 然後還有加上一個散熱叫做6000 他說放熱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這樣列出就好 只是多一個散熱而已 然後數學是列完了 就認真算了 不認真算 算算了就80 有80度C 所以末溫就是80 不是這樣 好了 跟這個立體基本上完全一樣的題目就是 練習13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其他的想法條件都一樣 有熱水的質量跟初溫 有冷水的質量跟初溫 然後告訴你散熱散多少 然後問你末溫有多大 跟剛才的計算想法完全一樣 連位置數的位置都一樣 好 末溫多少 想法就是我剛剛講過的 計算有關的話就是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然後怎麼算熱 H等於mSΔT OK 我們要找可愛的小女生 可愛的小女生 No.10 10號 10號 可愛 可愛的小女生 你答案 40 你說40嗎 你說 你的答案叫做40 剛剛跟你說過了 與計算有關的想法就是 放熱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怎麼散熱 就是H等於mSΔT 然後呢 我平衡溫度是T度 不曉得設為T 然後呢 左手邊就寫 放熱的mSΔT 右手邊就寫 吸熱的mSΔT 再加上一個散熱 是吧 比較一件事 左邊是放熱的mSΔT 右邊是吸熱的mSΔT 加上散熱4 然後就數學 上暖 答案40度 40度 OK 這就是練習13 那同樣的練習14 就把位置數換了一下 變成問散熱散多少 我給了出溫 我給了末溫 我給了質量 那我現在問散熱散多少 當然計算想法仍然完全相同 放熱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然後怎麼算熱 S等於mS 不要拿T 然後就往裡面塞就可以了 然後散熱會散多少 散熱散多少 然後停車戰界問 這個應該是無法吹的 可愛大帥哥5 帥哥 有啊 你們有36 36 2000 26 2000還26 26 請坐 答案叫做26 好 剛剛跟你說過了 計算有關的想法就是 放熱等於吸熱加散熱 怎麼算熱 H等於mS加大T 問我散熱 設為X 然後就列式 左邊放放熱的mS加大T 等於右邊的 吸熱的mS加大T 再加上一個散熱 不知道 所以就這樣列式 左邊的mS加大T 放熱的 右邊的mS加大T 吸熱 還有一個散熱不少的 然後數學 算完 答案就是 26 所以答案2600塔 就是這個 這種題目比較少見 你們做的題目 大部分的題目都是沒有散熱的 有散熱的題目比較少見 偶爾還是會出 但是不管它有沒有散熱 計算的想法完全相同 就是我說的 放熱會等於吸熱加上散熱 如何散熱 如果去計算熱量 H等於mS加大T 我們就是這樣子來處理 我們的問題 不管它有沒有散熱 都是一樣的 OK